您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基屋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这样透过捐款公众集资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 邀请到今年的卓星奖的新闻志业特殊贡献奖的得主 张浅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浅琪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浅琪来今天特别被我拉过来 作为一个访台 因为他其实今天非常多的行程 这一阵子行程也很多 所以我想先请教直接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你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你会去乌克兰 对不对 去乌克兰去排这个战地 那为什么会去乌克兰 然后你想要透过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过程 告诉台湾或是告诉世界什么样的乌克兰的故事呢 我怎么说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然后念完大学 当完病之后就一直在国外 读书 然后工作 因为我住在奥地利 然后其实一直就是很关注乌克兰的情势 那就是相对的乌克兰 俄罗斯 然后台湾 我觉得作为一个报道摄影 报道摄影者我需要去 我必须去 所以我就自己去了 那怎么说 我不是说有一个特别的assignment 所以我一定要看到什么 我拍什么 我不是有一个图片编辑在后面 所以一定要拍什么 所以我其实有相当的自由度 但是你拍摄一部分是你觉得需要去 但是一定会讲故事 就是你现在在现场看到的东西 要告诉世界或是告诉台湾 你想要告诉世界 告诉台湾什么样的乌克兰的故事 老实说去之前 我也 我没有说所谓的preconceived idea 就是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只看到说 我已经预设了那个部分 那所以一路会看到什么 其实我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从一开始进入 从波兰进入乌克兰之后 就是不断的逃 就是离开 被迫离开他们家园的乌克兰人 当然主要都是妇女跟孩子 那之后才到乌南 我前后我今年去了四次 那乌南 Odessa 或是Mikolive 或是到乌东 Dumbass这边 这个都是 我像每一次就是慢慢的 怎么讲是一个 一个累积啊 那我没有说预期一定要 要看到什么 但是有一个部分对我而言是重要的 就是那个Ukrainian Resistance 就是他们在 他们要保家卫国这个部分 所以 那 因为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 在前线 在 战壕里面 有一部分时间是 是在 在这里 但你在很多的演讲里面 也提到说 你希望带给这台湾的年轻人 那个战地的那个历程 那你觉得在台湾的年轻人 对于战争的感受是比较低的 所以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 来告诉大家战争的可怕 或是你也不断强调一件事 自己的战争 自己打 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 我 我其实是看到 太多乌克兰人 跟我这样讲 这是我们的战争 然后 没有错 我们需要外来的协助 但是 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 我们需要自己打 自己救 台湾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 常治久安太久了 怎么说 就是虽然有不断的 文攻武嚇 威胁 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 也许麻痹过这样子 危机意识 相对是很低的 我的感觉 所以透过这些照片 让大家去看到 那个战争的残酷 以及战争 跟我们之间 其实是不是那么遥远 而是那么强烈的 这种所谓的 临近性跟解破性 我的观察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战争绝对 不是那么遥远 但是 我觉得令人担心 是台湾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觉得台湾 其实没有准备 你在战争演讲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还蛮好玩 你在开场的时候讲到说 今天是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 第多少多少天 你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 这个日期对你来讲 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 你居然可以把它记得那么清楚 到底是第几天 今天是第272天 就是我们今天露营的时候 是272天 应该是 乌克兰人 其实他们都记得 绝大部分的乌克兰人 除了记得今天几月几号 但是他们的另外一个 怎么讲 他们在用行势力的部分 今天是战争的第几天 就记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那个时间感是不一样的 对日期的概念是吧 可是你做一个摄影记者 或是做一个去乌克兰拍摄的人 为什么这个时间感 或是这个时间的计算方式 对你有这么的重要跟特别 在那有很多朋友 然后我很 我很怎么说 我一直有在关注 乌克兰的局势 然后也一直有联络 所以 没错 今天第一几天 我其实自己都知道 所以有蛮强的这种连结 或者是那种感受吗 有 我觉得我相当 我是跟一直觉得 是跟乌克兰的 乌克兰站在一起 有蛮多次 乌克兰人也说 等战争结束 台湾有事 台湾有难 他们也要来帮忙 有过很多次 包括在那边的 就是 就是外国的志愿军 也这么跟我说 所以对你来讲 他不是一个被拍摄的对象 而是有情感的连结 甚至是有某种的 自己人 兄弟情谊的这种关系 每一次的 怎么讲 每次说再见 那种 那种拥抱 其实就像 是好朋友的拥抱 到战地去拍摄 基本上来讲 应该会遇到 很多的这种困难 或所谓困难 就是你要到一个 更这种 更前线的地方 你要怎么进去 那个前线的地方 然后这个困难 也可能包括 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炮弹随时 就会跑在你的旁边 或是从头上射过去 那你会担心 害怕的问题吗 就是你怎么到最前线 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到最前线 你会遇到一些 在拍摄的 什么样的困难 怎么说 当然会有 会有疲劳的时候 会有不可预期的 这条路不能通了 或怎样之够 但是 我想这一部分 是专业的训练吧 就是 一方面要能够调试自己 一方面要能够 知道可能的危险 在哪里 怎么避开 然后还能够拍摄 这些影响 觉得 当然 就是 小心 再小心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 美感 完全就是一种 经验的累积 他才有办法 去做这样的事情 经验的累积 但是有一部分 有一个部分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 Fixer Fixer这个角色 然后 在试词里面 有过 好几个不同的Fixer 有的Fixer 对他 就是一个工作 好像带你到定点去看 但是有个Fixer 就沟通之后 他知道你想 想去哪里 然后他就会 他会利用他的关系 利用他的 我们说人脉 然后 带我到这些地方 然后 但是 也不是说到了就拍 而是到了 其实 都是需要 需要沟通 需要还是 在战争 你要让对方知道 你在做什么 对 不然 可能没办法 OK 所以曾经遇到过 危险的状况 或是会曾经有过恐惧吗 危险 当然有 有些时候 特别是第一次的时候 有 本来一直以为 就是西部这个城市 是相对是安全 属于后方 但是 后来有一阵子 就不断的有空袭警报 可能凌晨 可能白天 那 然后之后 变得 这个出油槽 也被炸了 然后 那里 不是太远 有一个 军营 也被炸了 所以后方 也不再是后方了 所以 对 所以在那边 其实随时都会遇到自己的这种灾难 或是这种的 无法预期的状况 那在这里面 其实我相信那个不是你自己的担心 你可能也看到很多的生理识别 我不知道 一直在这种战区看到这些生理识别 对你会有一些冲击吗 或甚至是一种创伤吗 当然会有 但是有一些 一个部分是 专业的部分 我可以面对 我可以处理 我可以构图 那 但是看到 就是 白法人送黑法人 那个真的是太难过 太难过 但是 我如果 只有难过 我没办法拍照 那也许 那 我不适合做这个 但是 在 就怎么讲 我需要能够 我还是需要 在怎么难受的情况下 我还是要能够拍照 如果真的没办法 需要放下相机 我觉得只有 是在有人受伤的时候 然后 我那个 那个 first responder 还没有来 那 那我觉得 那当然救命 是危险 我没有说 一定要拍 拍那照 这也是很多 在谈 所谓的 传媒的伦理 常常会 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到底要先拍照 还是要先救人 当然先救人 当然是先救人 当然 对 所以不会像有些 哇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精彩的画面 赶快把它拍下来 会有这种心理 生命攸关 有些时候 可能是几分几秒的时间 那 当然是先救人 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刚刚会谈到 难免会有那种 心理上面的冲击 或是甚至可能是某种的创伤 甚至有某种的情绪 可能很难排解 或者是要走出来 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就是在那边会有休闲吗 或是有排解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吗 或者是说简单来讲 怎么去抒压这件事情 在战区其实很难真正的 有 就前线 其实很难真正的抒压 有些时候 可能 我吃 这么讲 午餐的时候吃好一点 也许 有好东西可以吃吗 其实有 当然如果是在很前线的时候 不可能 那 跟军人在一起 他们吃什么 我们当然吃什么 甚至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有些时候都还会带一些食物给他们 还会带一些提神的饮料 一些盐啊 什么之类的 好 解压的部分 可能或是抒压的部分 都要离开了 然后中间也许一个礼拜 十天两个礼拜 就尽量能够有谈话的对象吧 尽量多善养瓜 尽量在户外 甚至运动啊 这些我想都其实会有帮助 所以 这个是在现场 那离开呢 离开会带着那些忧愁 或是会带着那些不舍 或是带着焦虑离开吗 没有对不起 我刚刚说的那个部分是离开之后 是离开之后 对 难过不舍当然都会有 但是 但是 但是这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这就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没办法就是 对 你在演讲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一个观念 一个想法 我觉得还蛮好玩 就是 这不是好照片 但是 这是重要的 那什么是好照片 什么是重要 因为摄影常常是一个瞬间 特别是我们看到 是在战地里面的摄影 那战地里面有所谓的 摄影跟美学之间的考虑吗 就即使跟美学之间的考虑吗 怎么说 其实很能讲 什么是好的照片 但是不好的照片 就可以点出来 哪里不对 像什么 有太多了 比如说 那个 我说 那个 那个移动 厨房 那 那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资料照片 那个 没有什么 嗯 但是 嗯 那其实是一个手机拍的照片 但是我觉得 需要再讲 这个人 他做了这么多 嗯 这么多 就是 NGO 然后提供 这么多食物 嗯 就有十一 说多少 一亿八千万份 你那天就有讲到说 你其实就去跟拍一个 这个一个NGO的组织 然后他们去提供食物嘛 那讲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资讯的照片 对 但是它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照片 对 很多时候其实是在 在所谓的Information跟那个Emotion中间取得一个不是平衡的平衡 嗯 应该是应该这么说 嗯 对 嗯 所以有些照片会比较Information 有些照片会比较Emotional 但是 呃 两方面都重要了 但是很难 很难 很难说 嗯 一半一半不太 不可能说一半一半 这没有办法在现场 你可能就决定类似什么叫做好照片这种东西 嗯 对 那你刚刚讲到 就是在 呃 美学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我 我知道 我知道我可以就是 怎么使用 呃 摄影 作为一个语言 特别是我的语言 嗯 嗯 当然这是 讲过这是一辈子的功课 就是 呃 但是那真的是 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不是不是 一触可 那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一触可及 呀 呀 呀 嗯 的确在一个现场 他要考虑的东西实在是很多 甚至那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 这个所有的构图 美学 这些 这种状况吧 对 但是 呃 之前的专业的养产 可以让你再做决定 那那个瞬间 对 你的专业就可以 支撑你做这些事情 当然有些时候也有所谓的新的快能 哈哈哈 所以 嗯 但是 嗯 嗯 我觉得 专业的训练吧 OK 就是有时候这种就是一个所谓的累积吧 或是自己的知识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或者是在现场实战的累积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不太能够强求 可是当你的累积的时候 你会有某种的共鸣共感 然后你按下快门那一刹那就是对的 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在做任何的作品 特别是一些即时的作品 这个东西是蛮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再请教前期 就是我们在前面刚刚谈到的是 比较你在乌克兰拍摄的这个经验跟过程 但是我想接下来要谈你过去的作品 以及在 你该为什么开始学摄影 然后我等一下会问你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Robert Carper说 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 照片不够好就是因为你不够近 就是常在很多的摄影界里面都会讲这句话 但是到底什么叫做近 什么叫做近会不会太危险 然后或者是近会不会失去的某种的距离感 我们先休息一下 俄国战争持续两个多月 俄军强攻乌克兰首都基辅失利 在四月上旬撤离了 不过这对于基辅民众来说 战争的阴影是依然存在的 其实在去年的夏天 乌克兰就已经建立了全民接兵体制 规定不分男女 只要年满十八岁到六十岁 都是后备军成员 但是对于突兀起来的战事 还是让避难还有急救准备是措手不及 我们来看公事的特约记者 在乌克兰前线的第一手观察 西府独立广场旁的一处邮局出现人楼 民众不分老少排了好几个小时 也见小女孩悉心等待 就为了买到这张纪念邮票 巡洋界莫斯科号召乌军飞弹击中沉没 邮票上还印有蛇岛士兵的剪影 都是乌克兰人认为光荣的一刻 地下道出入口对峙沙包 街上可见武装军员与巨马 尽管硝烟散去 人们逐渐回到首都 但持续维持的宵禁等措施不见松懈 每天你住在认识的认识 有可能有一枚子在頭上的頭上 不知道,在天空 就像你走著跟你的狗 我感到有點害怕 當然,因為我們不知道 什麼 Russia是要做的 在Ukraine 但是我們的兵力很大 它是強烈 它是更強烈 那我們的兵力 我們很開心 我們的兵力很強烈 這真是驚喜 在台灣東部空域 高度200公尺的中共軍機注意 你已進入我空域,影響我非常安全 我記憶,我記得 有約150艦隊 進入台灣的EDIZ 在4天 4天 那是個大數字 我們必須想想想 從台灣出發的戰地記者盼望 今日烏克蘭能給明日的台灣人一些啟發 儘管早在去年夏天 烏克蘭就立定不分男女 年滿18到60歲 就是後備軍成員的全民接兵體制 但戰爭的殘酷還是遠超過想像 他在香港的戰爭 一人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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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在美國 一人在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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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參加了 戰爭 他也參加了 從他的經歷 公視新聞丹尼爾曾 主管齊 李金龍 採訪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燦爭直播 會客室 我是管中祥 今天在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張前妻 前妻你好 我要先跟你抱歉 因為你現在蟹糖很低 哈哈哈 真不好意思 就是我趕快找他幾個時間來做這個訪問 因為其實你跑到很多的地方 每天的行程應該都滿滿的 滿緊的 滿緊的 對 好 我想問我剛剛在最後丟出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Robert Carpenter 他說 照片不夠好 是因為你不夠近 但是那個什麼叫做近 那個近的 怎麼去衡量 近會不會太近 而某種會太危險 然後會不會太近 而失去了某種的距離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 真的是 你覺得這句話是一個迷思 對 那 對對一些就是 就是 呃 就是沒辦法 就實際上 就是fisically 沒辦法靠得近的 或是 那當然 呃 那會是一個問題 但是 你真正能夠靠得近 不管是心理上 不管是實際 就是距離還有心 這其實有一部分還是心理的 嗯 呃 大家可能 我想 我覺得那個那個 就說那個迷思 或是那個 詮釋 都一直 以為 只有是距離的 我覺得一部分是心理的距離 嗯 哦對 你跟那個被射者中間 那個心理的距離 嗯 呃 如果那個距離一再喔 就被射者那個距離 特別是那個距離非常明顯 那真的很難 嗯 心理的距離 嗯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難 呃 嗯 是怎麼講 那個 某種的同理吧 有 對 對 所以那個靜不自然者是那個 所謂的物理空間距離 而是那個心理上面的距離 兩者應該都有 嗯 嗯 嗯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對你的之前的作品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奇 就是 呃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你覺得 你在拍呃 呃 這個烏克蘭 跟你在拍戀 就是龍發堂 跟你在談拍雙喜 或是在拍唐人街 這種過去的這個照片跟作品 跟這一次比較暂地的照片跟作品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嗎 包括拍攝的過程 呃 有什麼不同嗎 老實說 烏克蘭就是怎麼說 我一直說我不是一個暂地記者 嗯 但是烏克蘭除了 就實際有危險的部分以外 嗯 我覺得面對一個 任何一個拍攝的 一個專題 嗯 啊一個主題 我覺得找到一個 因為這個 根據這個主題找到一個對的方法 嗯 找到那個方法是 是這個拍攝的過程一部分 嗯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所以 是有不同 但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不同 的地方 主要是在那個場景 嗯 但是方法的部分 我還 一直拍 一直在尋找 一直在修正 嗯 我覺得 嗯 所以 怎麼說我做的這些專題 不管雙喜 嗯 唐人接 戀 其實都是 嗯 一直 就一直做 一直在 在找 就是在修正那個方法 嗯 嗯 我希望找到的是一個 精確 嗯 那對我而言 嗯 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picture accurac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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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需要時間 覺得需要時間 那 我就 最短的時間完成的一個是 2003 2004 雙喜的部分 嗯 嗯 嗯 所以 烏克蘭才其實才剛開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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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直在談到時間 談到統一 它其實就是 我自己在看你的作品 我覺得 這個兩個加起來 可能某種叫做田野 嗯 或是這一種叫做某種的共感 這也是我自己在評審的時候 在看你的作品的時候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點 就是現在很多的新聞攝影都強調速度 強調及時 但是其實你花了蠻多的時間 那 呃 例如說你在拍唐人街的時候 你在拍龍發堂的時候 就申請了六年的時間 然後你在拍唐人街的時候 你其實就住了十幾個禮拜 那甚至可能是更長的時間 嗯 你為什麼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去拍一個作品 因為值得 值得 嗯 怎麼說龍發堂其實不是申請六年 而是從1993到1999前後去的可能 也許有將近20次 嗯 那每一次停留時間不一定 也許幾天也許超過一個禮拜多 嗯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拍 那 呃 我覺得它是重要的 嗯 記錄這個部分台灣在當時 嗯 嗯 嗯 會有這樣的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是重要的 嗯 那 講到唐人街的部分 怎麼說呢 呃 跟他們住在一起 因為我 我怎麼說 我 我 我過 就是我度 我曾經過那種很苦的日子 嗯 很苦很苦 就是在屋子上啊 因為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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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鄉下啊 還有 我爸媽 其實都沒受什麼教育 然後帶我個孩子 嗯 嗯 嗯 這個 我想 讓我能夠跟 就是 偷渡 在在紐約這樣一個 一個 三十二個 隔間的 然後就住一個窗位跟他們一起 OK 但是 這些 苦的部分其實 都還好 重要的是說 有些 因為我住在那裡面 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 他們也知道我在做什麼 嗯 我覺得這個部分 嗯 很重要 而不是說 我早上九點到了 對 然後我下午五點就離開了 嗯嗯 然後 有一些部分 也是 就是 因為有些好的影像 其實可能是在半夜 嗯 可能是在 清晨 四五點的時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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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 我就人在現場 我我我才能夠 就是怎麼講 我 我我能夠掌握到 他們的生活的節奏 嗯 那有些影像 OK 他就是不斷地在重複 嗯 然後就是 在那個時候他們 這些願意 就是被拍攝的 嗯 我能夠 我幾乎可以預期啦 然後也把自己準備好 嗯 嗯 所以我們常在以前的一個卡 呃 底片的廣告就抓得住我 那個抓得住我 就是這個這個底片抓得住我 這個相機抓得住我 或者抓得住那個影像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快門的瞬間 而是一個長期的呃 田野田同理 或者是去感受的過程 這個感受的過程對來講 是是是容易的嗎 就是因為不同的對象 他的生活經驗不同 作為一個呃 摄影者 或是作為一個出生的階級跟背景 可能跟這些人都不太一樣 你怎麼去跟他們一起感受跟同理 如果是唐人街我覺得可能不是太遠 就是 嗯 就是之前我提到的那種小時候很苦的部分 嗯 怎麼說 呃 如果沒有足夠的 同理 或是我們所謂的 empathy 我覺得那太難了 那沒辦法 嗯 那我覺得 也許 我沒有說非拍誰不可 我是一定要做什麼專題 嗯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專題 最後在就是以後再一個就是能夠 然後也許是在回顧或什麼的看的時候 這些應該是一環口一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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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剛剛在演講的時候我也提到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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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我試的但是拍了拍了拍了拍 但是後來這可能 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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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有趣為什麼你會選擇以婚禮作為主題 而且你會看到給大家看到是非常不一樣的這種對於婚姻的看法 或是對於這種所謂的結婚的這種這種不同的視野 第一個 怎麼說我我其實一開始就是拍了我覺得那個我對台灣的婚紗產業這種這種怎麼講我覺得很虛假嗎很不可思議很不可思議 特別是那時候我剛從就是呃怎麼講呃就從巴尼蒙太陽把我離開然後加入馬坦之後所以那時候比較時間會來台灣嗯嗯 嗯 哇怎麼可能是這樣子那我覺得我自己有覺得需要做這個紀錄了嗯嗯嗯嗯嗯嗯 當然這個這個也許你有聽到就是呃也有一個就是家裡希望我就是家裡男生啊嗯結婚啊什麼之類的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哼所以我覺得那個有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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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部分有點是一個黑色油膜 有點反反 Bert Yeah Tyche,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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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但是在做雙席那個那個就 那個其實是帶著相當的有點判斷的一定的批判但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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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就怎麼講是台灣像一個 已经转型民主化了 然后怎么会有这样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双喜时的是这种移民的婚姻 所以你觉得还有一种类似这种做法 是一个民主社会怎么还会有 可能会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人口犯应 或者是某种类型的强迫 这样的一种这种看起来 不应该是发生在一个先进文明国家的事情 这种怎么讲 当然靠后婚姻当然都会 都一直有存在 就是在民主化的国家 但是那么大量 那种也许在台湾可能都找不到对象 蹦一下子到胡志明市 你可以上百个 接近上百个年轻的女 让你去挑那个对女性是极度极度的物化 然后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在台湾的事 这个问题想要请教我 我听蔡明德 我们也是摄影的前辈 说你以前参加过人间杂志的营队 你为什么会去参加人间杂志的营队 然后人间杂志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有我觉得那个其实我一直 我觉得怎么讲 大学啊都一直有在看 然后后来他们有个工作 去参加了 有我想有蛮多 我就是在都市的过程一直都看着 人间这样过来了 所以我想他一部 讲到一部分也影响了我 包括你的摄影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关怀观点 有 因为太久了我都没有去想过 对他可能是众多的影响 但是至少对我来讲 我会说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这台湾几乎在以前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 或者是他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类似人间杂志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上课还会请同学看人间杂志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看不到类似的这种典范法 或是某种的范围 对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今天非常谢谢前妻 对哇可以去吃饭 非常谢谢 那也谢谢前妻来跟我们做这些分享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 如果还回到台湾一起 我们可以再聊到更多更深入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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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